嗨,大家好,我是秀丑娘 生姜是我们厨房里必备的一种食材 不管是煲汤还是做菜 我们都喜欢用它来爆锅 今天我们拿生姜做一个好吃的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将大姜清洗干净 用去皮器把姜皮去掉 接下来将姜切成片 将生姜放入破壁器内 搅拌成泥 搅好以后将姜末放到过滤网上 用勺子按压取出姜汁 锅内加入250毫升垂牛奶 加入一勺红糖 红糖或者是白糖都可以 因为它们在这个料理中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只是给它调整一下口感 牛奶不用完全煮沸 把它给煮至七八十度就可以 因为完全煮沸的话 它这个凝固力不好 再就是完全煮沸的话 它上面有一层奶皮会影响口感 将奶倒入装有姜汁的碗内 过三五分钟后 牛奶就自然凝固了 一份美龙养颜 驱寒醒血 止咳安眠的姜状奶就做好了 香醇爽滑入口即化 特别好吃 我是秀厨娘 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就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吧 谢谢大家明天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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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